医学系学生认真上课 力拼尽快考到医师资格 但考试院六号公布 医师高考第一阶段应考资格 增列六年制医学系 应完成四年级课程 而四年制学士后医学系 应完成两年级的课程的规定 预计114年考试开始适用 今天不给学校这样子来课程的自由 他们希望就是说 所有的人都可以把这样子的课 均分在四年 并且必须要完成四年的修业年限 也就是在大四升大五的 这个时间的暑假 才可以进行一阶过考 会将规定是为了避免 基础医学课程 大量往低年级安排 压缩低年级通试人文等课程 影响学生学习态度 基础医学的这些临床相关的知识 当然都一定要学 但是当然有例如说 像是一些通试课程 或医学人文相关这些课程 也许就是各间医院之间的 彼此之间的决定 会有比较不同的地方 现行议事第一阶段应考资格 只规定学生修臂 医学系基础学课成绩及格 顶有学校证明文件即可报考 因为某些学校会将课程压缩 进而影响到目前在校生规划 现在就要求就是医学院 一定要让学生都四年之后 才能去考试 那这样子的话 已经进来的这些课程的制度 势必也得要再进行修正 那所以我想这是目前的 许多学生比较有相关的 不满的原因 学生规划受影响 造成校园反弹声浪 目前已有六校共同发出声明 呼吁考试院应从新生开始 更改规范 三地新闻王晨宇 罗佩玉台北采访报道